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在9月22号在列治文山钓鱼台国宴 举办盛大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何为 联邦移民部长胡新 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 及桥欠500多人共聚一堂 共庆中国国庆和中秋佳节 出席的三级政府代表 包括联邦参议员胡新 国会议员谭庚 马万里 蔡豹国 安省进步保守党领袖 庞建邦 省议员陈国志 黄树梅 董涵鹏 赵承俊 多伦多副警察总长袁执勉 前密斯沙加市长麦考年 以及来自多伦多万锦 列治文山和旺市 多名现任市议员 何为支持圣战中国成立68年来 取得巨大的成就 并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及和平贡献两国 他又在家中两国政治 和人文关系有巨大的进步 基于我就想告诉大家 中国是一张名片 我们祖籍国的强盛 带给大家更多的商机 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自豪感 能够得到大家主流社会的尊重 所以我想祖国的好 都是我们大家的好 我们大家也看到68年来 中国新中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发展成果 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们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那么我们希望中国的发展 也给所有的海外华侨华人 能够带来更多的福祉 能够使大家通过中国的发展 能够实现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梦的同时 每个人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中家自贸区首先它是互利 不是一个方向 是对另外一个方向的祈求 那么这种我们应该能够看到 在过去历史上已经证明 自贸区给相关方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当然了 我们也知道在最初 有的朋友告诉我 在加拿大跟美国在搞自贸区的时候 NAFTA 民调显示60%的人反对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个北美自贸区变成了 加拿大最受益的一个贸易安排 所以我想自贸给所有参与方 带来利益带来好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下面我想我们对加拿大方面 这个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我们是open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这样的一个贸易安排 使加拿大 同时也使加拿大的华盛华侨能够受益 能够受贿 对我们现在具体 我们应用了大量的 关于这样的领事保护的一些小册子 这个基于我们一个理念 什么理念呢 就是说我们要预防性领保 要把工作做在前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好多小孩到这念书 由于后来不太清楚当地的法律法规和习俗 发生了一些悲剧 这个使我们非常的痛心 我们特别希望 在这之前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 能够确保 尽可能的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预防性领保 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理念 会努力的 往这个方向做更多的事情 为大家补好物 来实现我们 这个 王毅部长 所提到的 只要我们 中国公民走到哪里 我们的领事保护 就要延伸到哪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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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nk you very much I'll begin by saying Ni Hao It is an honor to be here to be invited to come and join you at the 68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ada and China have always enjoyed a clos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that relationship as the councilman has indicated has been deepening over the years culminating in our government's efforts in the start 今天非常高兴 有机会来出席 我们祖灵馆组织的 庆祝中国 68年国庆的这个活动 作为一个海外华人 能够出席这个活动 是非常荣幸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海外的华人 这么有团结力 然后凝聚在这里 一起庆祝 家乡的节日 祖国 我们祖籍国的节日 也让我们在海外 生活得不陌生 而且对祖国 感到更加亲切了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为了非常好 今年我已经数不清楚 是第几年来参加 这个活动了 但是每次参加 这个活动 都感觉非常高兴 感到很亲切 不单纯能够 跟我们总领馆的 各位领事见面 也能跟多伦多 当地的社会 各界的侨领 有一个非常好的 沟通的机会 说还要我直接说 大家好 我是安神议员董寒鹏 今天非常荣幸 能参加多伦多总领馆 招待会来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8周年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我的祖籍国 我是中国出生长大 13岁才来到加拿大 对祖国的这份感情 一直非常浓厚 这里这几年 多伦多也看到 很多很多华裔 在各种领域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那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土壤上 能参加今天这么一个活动 每年都有那么多 庆祝国庆的升旗之类的活动 作为一个华人议员 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和自豪 所以给大家恭贺一下 希望大家国庆节快乐 谢谢 在多伦多我都尽量参加 如果说几只堂 数不通那么多堂 以前来了很多年 最重要的是参与 因为国庆年年都有 等于我们唐人年或者是中秋 这些是轻轻的时日 中国的国庆来说是特别有意义 因为真的或者二十多 或者三十年前 中国和现在的现状是很不同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 以前和现在都是很不同的 所以在多方面都见到 都叫做我们华裔 看到中国能够带来人民 走出困难的境况 去到一个比较好的 我觉得相当于有意义 希望中国继续加油 国泰民安 强盛 最重要的是泛华 令到民生 除了在中国里面可以提升这个民生 去到其他国外 都可以提升 这个坏人的形象 坏人的努力 这个很重要的 好了 曾经有机会 就是公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十八周年 就是国泰民安 泛永强盛 多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再加回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